大家好,我是玉松盆景,今天来到石榴基地 石榴园,带大家看一批庭院老庄景观石榴盆景 磕磕呢,苍老狮子,非常的漂亮 像这种呢,粗度的话都是在40公分 盆上高度有个3米,贯幅一定有个2米半 看一下这种老庄的石榴盆景还是相当的大浅 各种造型都是非常独特,有磷水、斜干、双干 各种各样的造型还是非常的多 像这个呢,是一颗双干的磷水造型 像这高度也是在3米,贯幅也有个3米 现在也是满树的果子 看一下苍老路,树干都是全部已经漏空了 特别的漂亮,非常的苍老实质 这个有个大庭院,别墅,工厂 种上那么几棵也是相当的漂亮 石榴盆景也是非常的好 玉盆景是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多财多寿 俗话说西市 东流金西市银,南流北流出贵人 种植在家里一颗,玉盆景也是非常的好 像这个季节呢,不仅可以赏花赏吃果两不物 看一下各种各样的造型都是非常独特 灌服也是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大灌服 看一下这里老装石榴还是相当的好看 粗度都在四五十公分 高度的话都是在三米,灌服三米 这颗类似一颗尹克式 特别的漂亮,满树的果子 看一下这颗双干,粗度也是在五十公分 盆上高度三米,灌服也是在三米左右 特别的大气 这颗 这颗也是非常好 这个粗度在六十,盆上高度三米,灌服一个三米 超大万富的一颗老装石榴盆景 像这种装子都是上百年的老装 石榴呢,它也是南北方都是可以养殖的一颗树种 特别的耐炎,耐汗,老于高温 看一下,颗颗造型优美,老为狮子 有些这种老装石榴盆景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去留言 这里全部都是石榴盆景 这里是万亩十六元,一颗也是批发的价格,相当的便宜 看下这颗,这颗是一本四盆 特别的大气,像这颗盆上高度也是三米,灌服得在三米半左右 特别的漂亮 超大灌服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这种老装石榴盆景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去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